而繼續我們帶觀眾朋友關注以巴衝突最新的進展了 現在外界都很擔心 萬一以色列真的攻入加薩走廊之後 整個中東大戰是否一觸即發 今天伊朗的國營電視台引述政界 還有他們高層人士的說法 據說現在伊朗有一個圍攻以色列的計畫 因為伊朗的外長表示 如果以色列繼續進攻加薩 他們抵抗的陣線不排除會有新的戰線 要對以色列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以色列跟很多的穆斯林國家接壤 但是處處都出現了族群還有宗教上面的摩擦以及衝突 像是北部地區有黎巴嫩的真主黨 在這次以巴衝突爆發過後 他們也趁機炮轟以色列 以色列也還以顏色 同時敘利亞跟伊拉克的民兵 他們是強硬派比較極端的信仰分子 以及夜門的實業派的青年運動 似乎都在周遭蠢蠢欲動 並且根據伊朗電視台媒體的引述說法 他們認為這幾股勢力可能有可能圍困以色列 用飛彈跟無人機攻擊 但是紐約時報也評論了過去伊朗的國家電視台 就是會常常播放伊斯蘭共和國 他的宣傳誇張的言論軍事威脅很有可能 也是一種訊息戰宣傳戰略 只是為了擴大當地的焦慮感而已 哈馬斯民兵拿著手上步槍朝著平民射殺 遭到哈馬斯屠殺的以色列音樂祭 又流出新畫面把平民當作把打 哈馬斯見人就殺 卻在加薩邊境城鎮美法西姆 遭到一群以色列志願軍組織 猛烈反擊將他們擊退 這群人說以色列男女接兵 但受過的只是一般訓練 當時眼前局勢非常不利 甚至一打三十人 他們靠著WhatsApp相互聯絡情報 雙方擊震 有人射了近300發的子彈 還有人將六個彈夾全射光 你真的在操作單位 每個人在操作單位 我曾經有關聯絡 其他人沒有關聯絡 還有人說哈馬斯計劃周翔 根本分辨不出對方勢敵勢友 三個人穿黑色 看路上 我還不確定是我們的人 或是不知道什麼 當時他們轉圈 你們所有的M16 我們沒有使用 回想當時哈馬斯是有多少人殺多少人 很壓抑他們的情報非常完善 今晚親眼目睹哈馬斯殺戮 大家仍然震出來奮勇對抗 情節有如電影 無謂的勇氣也讓他們終於守住家人 TVPH新聞 縱華島 而這波的尾巴衝突當中呢 可以說是牽動整個中東的局勢 而接下來呢 目前衝突似乎還是懸而未決 因為有30多萬的以色列動員的軍人 正在加薩走廊附近集結 到底要攻進去還是要採取外交斡旋的方式呢 世界都在看 我們今天線上邀請到的是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那麼有關於尾巴衝突任何進展的問題 我們也歡迎線上的網友共同提問 教授晚安 新華好 各位線上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教授其實我們剛剛新聞當中有看到 伊朗不斷的放話 而且他們對於以色列的態度是非常非常強硬的 我相信以色列他們也會很擔心要面臨多面作戰 或是多線作戰這樣的窘境 那到底會不會開戰呢 今天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跟他們的防長 又到了加薩邊境向軍隊來喊話 教授您怎麼看現在的態勢 我覺得我們要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看 第一個的話是以色列 以色列現在絕對是擺出一個相對來的比較強硬的態度 因為他必須要讓受到攻擊 以及這一些上升的以色列的民眾 必須要有這個交代 所以其實像現在來看的話 以色列這一邊絕對是擺出一個比較強硬的態度 那相反的在伊朗這一邊以及其他的中東國家 他會認為這一次是以色列對他們阿拉伯兄弟 對伊斯蘭教的一個徹底的一個 你要說迫害也可以 或者是對於現在加薩走廊的攻擊來說 對於他們來講是一個凝聚阿拉伯兄弟來對抗以色列 就所謂的反以色列的一個很好集結的時候 那這個反以色列是不是會變成延伸到一個反美勢力 這一點其實是現在伊朗他希望去塑造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美國來看的話 拜登他有這個即興前往以色列這一邊了 那也同樣的除了拜登之外我們看到 美國相當大力度的一個兩艘航空母艦 甚至是今天他也還派出了這一個電子的電子作戰艦 這個惠特尼桑號也前往了 那我個人會認為的是美國在表面上在這一邊 他絕對是支持以色列 這會關係到明年美國的總統大選 因為我們知道猶太人的一個族群 在這個美國的政經界是相當的一個具有勢力 但是同樣的現在美國來看 他也不希望以色列有太多過火的行為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說實在對付哈馬斯來講 他不需要用到兩個航空母艦 或者是現在的這一個大幅度的兵力 所以他會希望透過這些兵力的展示 一方面要告訴可能是黎巴嫩 可能是真主黨甚至是伊朗 告訴這些中東國家說不要輕舉妄動 不要趁機發動對以色列的攻擊 但是這一次電子管制艦 或其他的這些電站的相關的船艦 前往這個地方 同時他也希望能夠告訴以色列說 即便我支持你 但是我也不希望這場戰事有無限的擴大 因為如果今天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發動對加薩走廊的全面進攻的話 那有可能會讓這場戰爭 或者是這個衝突逐漸走上全面戰爭的 失控狀況 就如同林教授所分析的 其實各方呢動見觀瞻啦 因為像是拜登呢 他有內部的這個選舉的壓力 同時呢也有國際社會的譴責 必須要維持這人道的主義 還要維繫跟以色列的關係 其實一舉一動呢 對於很多國家元首來說 都是很難以拿捏的 但是我們也有觀察到 拜登今天在他的橢圓辦公室 其實發表了演講 演講當中不外乎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要增加更多的 國防軍事方面的援助給烏克蘭 以及以色列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是認為 有一些國家就是要打擊 摧毀民主 他也暗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很有可能會擦槍走火嗎 那我們台灣呢面對這樣的談話 我們又應該如何做好準備呢 我們這邊的話 從這兩個問題我們分別來看 第一個為什麼美國要說要加大 對於烏克蘭跟以色列的協助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其實在 也不是過去 就在最近這段時間 其實美國有一點點 對於援助烏克蘭 有一點點的厭反了 他們會認為是說 對於烏克蘭援助 是不是有一點匡日廢食 甚至是浪費美國的預算 但是這一次拜登 他是把對烏克蘭援助 把他包裹式的綁在 跟以色列的援助 會造成的是 現在你要通過 對以色列援助的案子的時候 也會同時通過 對烏克蘭的援助 那這一個其實可以算是 拜登他在行政部門上面 比較技巧式的一個 包裹式捆綁的一個通過 用這方式去突破 立法部門對他的一個限制 那當然這一個也會對於說 對於拜登來講的話 對他接下來的選情是有幫助 會認為說他會積極的去介入 或者是積極的去援助各國 去受到他的一個國際形象 那至於就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現在美國還有發布一個 所謂的全球警戒等等的 其實他這個意義主要是講的 除了是有可能會發動戰爭之外 美國現在更怕的是 全世界所有的恐怖組織 有可能都會虎視眈眈 他會去攻擊這一些 可能是落單的美國人 或者是旅外的美國人 或者是美國在外的投資企業 或者是美國在外的一些駐外的使館 或其他軍事基地 因為現在的恐怖 如果是跟伊斯蘭教相關的 這一種宗教型恐怖組織的話 有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 會結合這個從原本的反對以色列 造成變成一個反美的形象 那用這樣的一個號召的情況之下 發動對美國的攻擊 那當然對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現在的一個狀況 可能我們的旅在旅遊啦 或在外面的可能要謹慎一點 因為如果今天爆發這一種恐怖攻擊的話 它是一個無差別式的一個攻擊 那自然有可能我們會被波擊 那另外的話就是 很多的觀眾朋友或是線上朋友 一定會去想到的是說 有沒有可能中共在這個時候 會有這個渾水摸魚啦 或者是對我們有一些 比較強大的攻擊行為 那我必須去強調的就是說 中共對我們的攻擊或威脅 不會去因為世界的一個狀況 而去做改變 而是取決於自己 北京對於解放軍實力的一個評估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話 美國公布了這個中共軍力報告書 其實裡面也對中共軍力 有去做一些說明 那目前來看的話 解放軍他或許在武器裝備上面 有一定的進步 有一定的成長 但是最大的部分 還是在人的一個部分 我們不管看到火箭軍的人士變化啦 或是他內部的反貪腐的狀況啦 其實都可以去證明 現在的解放軍 或許武器裝備有所進步 但是在人員的上面 或許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確實喔 林教授所說的也是很多呢 在台灣這種國際政事局勢 精英所關注的 就是面對中東現在有戰火 還有烏鱷戰爭呢 現在也是戰勢進入了一個 延長戰的態勢 那麼西方國家 對於台灣的關注跟援助 會不會也會因此而減少 而且我們也有觀察 在這次以巴衝突當中呢 中國大陸在外交戰略上面的策略 他們呢似乎也一改過去的不干涉他國外政的態勢 甚至呢不斷的呼喚出是建議在這個地區可以兩方來建國 那麼這一次也是中國大陸有機會在國際社會上爭取到更多的話語權嗎 這一次的話你說他會不會去爭取到一些相關的話語權或是等等的 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他這一些各個國家其實都會希望能夠在這上面有所的一個表 有所的一個表帶或者是有所一些發言 但是你說真的能不能得到話語權 說實在除了美光燈的一個關注之外 真正的還是要回歸到他可以去做到什麼事情 但是至少就目前來看的話各國都會希望在這個熱議題上面有所的一個表現 可是我們也要去看的是這個熱議題只是一個純粹花語權而已 還是可以在實質上面可以去得到一些利益 就像我們也不能夠去忽視了 就是現在在這幾天在北京的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 以及很多的一些像是烏俄戰爭現在的一個戰況等等的 其實這一些各國都還是有他的主要戰場跟次要戰場 那當然對美國來講如果就美國的角度來看 它是一個全球佈局全球戰略 那這個全球戰略跟全球佈局的話 就會導致說他必須要在每個地方都要有關注 那這也是今天美國如果他必須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全球的一個佈局的話那他自然要去付出的一些代價 確實我們謝謝教授的分析 所以現在呢其實現階段也看得出來 美國方面積極調停的同時來支撐烏克蘭以色列 甚至他在桃園辦公室當中 這一次的軍員的法案當中呢 也包含在台灣在內 後續呢參議院到底會不會通過 也是值得觀眾朋友跟我們一同來了解的 那我們屆時也請教授跟我們一同參與討論 謝謝教授今天的參與 謝謝 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看到呢 我國的外交部已經確定安排了專機協助 在以色列的台灣人撤僑了 而過程當中呢有9名國人呢 總共16人搭機到了羅馬 但是有35名的中國大陸公民 也希望能夠藉由我方政府援助離開以色列 但是我方政府呢希望他們可以提供護照 但是這一些請求援助的公民 就沒有進一步回應了 航警局出動大批警力拿著配槍全副武裝戒備 來回走動加強桃園機場巡邏 消防設備也不能馬虎氣氛不免緊張起來 因為美國國務院罕見發布全球警戒 呼籲要小心恐怖攻擊 高層這個國安會議是不是已經有造成過了 我們在高層這裡都有完全瞭解 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要求相關的部會 每天每天都要做成報告 畢竟尾巴衝突升溫 外交部啟動撤僑計畫 在台灣時間20號下午 從以色列台拉維夫機場起飛 晚間8點25分抵達羅馬機場 而這班專機座位數179人 但僅9位國人 共16人搭乘包機 還留在那邊的137位國人 也隨時跟他們保持聯繫 如果說他們改變他們的心意 想要離開以色列 我們也會提供他們不同方式的 這種交通工具 35位中國的人士 沒有護照沒有辦法上飛機 大家都知道 仇遠的大陸人士 比我國人要搭專機的人數還要多 因為大陸至今仍為派機撤僑 吳釗謝市警周邊巴勒斯坦團體 恐怕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暫時的這種狀況 或者是說在緊急危難的狀況 協助國人離開當地 接下來他們自己都同意說 接下來由他們自己來負責 強調暫時先協助撤離危險區域 據國人是否要回台就得看個人 但就有國人到以色列旅遊 在外管人員協助到約旦邊關 順利在晚間準備搭機回家了 他有幫忙說 可以從入路來到安曼 蠻高興的 終於能夠回家了 在外遇到戰爭 幸好在外交部 助管人員協助下 能夠安心回家 TVBS新聞 劉一室女生 H1組台北查報導 而TVBS問人讓大家 可以獲得尾巴衝突當中 第一首的報導 我們的特派記者劉婷婷以及洪富華 目前已經抵達中東地區 目前他們在的地方是在約旦 也就是以色列的鄰國 也是信仰布斯林的國家之一 那麼當中 其實在這裡的首都安曼 持續也有民眾上街抗議 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詳情我們交給婷婷跟富華 住業了以色列駐安曼大使館附近 仍舊相當不平靜 大批示威群眾集結 高舉巴勒斯坦國旗 並且高喊反以色列及美國的口號 約旦安全部隊開始驅散 阻止他們向以色列使館前進 一踏出約旦機場非常醒目的 可以看我後方 就是由約旦他們降伴起 為了就是動念 日前加薩醫院被轟炸 雖然目前還沒有辦法確定 是誰轟炸的 TVBS挺進以色列東方鄰國 約旦首都安曼也瀰漫緊繃的氣氛 就連飛往約旦的班機 都得繞開以色列上空 約旦和西岸街頭遭人縱火 還有救護車不斷穿梭 有抗爭者前往以色列的軍事通訊據點展開抗議 幾名顯然未成年的年輕人持續丟石頭攻擊 還有人的口袋裝有汽油彈 以色列軍方先是發射催淚彈攻擊 後來直接開槍 外媒報導 伊斯蘭民眾近期持續抗爭 哈馬斯的領袖則是在街上祈禱 因為當地媒體報導 從上週開始 約旦和西岸至少已經有60人 因為衝突死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在加薩的南部城市也遭遇到了轟炸了 這是甘友里斯在當地時間19號有新一輪的空炸 那畫面當中大家看到的是住宅道樓出現了 爆炸有13人死亡 包括了很多小孩 但是呢 明明這些加薩民眾已經遠離北部 按照以色列的說法 前往相對安全的南部地區 還是遭遇到空襲 那麼當地的醫院呢也開始斷電 那麼醫師表示他們很缺醫療設備 明明有病患還有一絲希望 但是他們也無計可施 很多病患只能慢慢的等死 一聲巨響 現場所有人拔腿狂奔 加薩南部城市甘友尼斯 當地時間19號在遭空襲 整張臉全是灰 還留有血跡的小女童 被救護人員抱著衝進醫院 傷患一個接一個 救護車疲於奔命 當地人只好出動小貨車 運送傷患 躺在單架上的傷者悲痛哭喊 咪咪聲在南部城市依舊逃不過乙軍 無情轟炸 外媒報導19號這波空襲 當地最古老的聖波菲瑞斯教堂 和當地的住宅大樓遭到擊中 至少13人不幸死亡 當中包括孩童 僥倖躲過空襲的民眾 看見家園被炸成廢屍 情緒潰提 以軍連番空襲切斷當地水電資源 甘尤尼斯當地醫院 醫師只能摸黑救治病患 沒有足夠電力和醫療設備 不少傷患被迫等死 逃到南部也躲不過空襲 家下平民成為尾巴衝突下 最無辜的受害者 TVBS新聞 環山報導 而戰火當中最為無情 很多人命因此而遠落 在CNN加薩的特派記者 他就記錄到種種讓人心酸的一幕 他用兩句話來形容 現在加薩地區到底是什麼樣的境況 他說其實烽火滿天 空襲世界一片雾芒 沒有水也沒有電 他用鏡頭記錄下 他從加薩北部一路撤到南部的過程 一路上是炮火如影隨形 就連躲藏的飯店也都在轟炸當中被摧毀了 而還有一名美國的退休教師 他是去加薩探親 現在也受困當地 他說整個城市當中都瀰漫著絲綢 巨大爆炸撼動整個北加薩 派駐加薩的CNN記者達曼 火速穿上記者背心 帶著老婆和兩個孩子展開逃亡 並且每天記錄下逃亡日記 他開車南下一路被炮火追擊 還親眼目睹遇血哀嚎的加薩人 甚至躲藏了飯店 前腳剛離開就被炮彈移屏 好不容易到了南加薩 他依舊空襲不斷 根本不安全 同樣受困的還有從美國到加薩探親的退休老師 他說到處都是殺戮 最擔心的是生病的爸爸媽媽 至少一週沒有藥吃 加薩至今還有600多名美國人 像是這位美國醫師也受困 講到一半被爆炸聲打斷 他的先生一臉凝重 只希望太太趕快回家 不過他也說目前還有救援物資 至少還有移動馬桶 比其他人好太多 加薩停電斷水 一看到有供應麵包 所有人一擁而上 衝突爆發後人民都在受苦 整個加薩猶如死成 看不見生機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而以色列軍方現在也很焦急 到底要如何援援將近200多人的這些人質呢 由於現在以色列除了靠自己的特種部隊 到加薩強行救援之外 也得靠蒙古的幫忙 在這個波斯灣的小國卡達 就是與哈薩以及巴勒斯坦 談判的重要角色 以色列官方確認 至少有199名人質 被哈馬斯組織掘回加薩 其中超過三分之二都是平民 他們的家人持續在 特拉維夫的軍事總部外 即會示威 以色列軍方告訴ABC新聞 他們的特種作戰部隊 已經在加薩境內展開行動 尋找失蹤者 發現了部分遺體 但沒有找到活著的人 由於人質所在地相當危險 前往找人的部隊成員 都是萬中懸疑 以色列軍人 也有其他國籍的公民 大多數都是老弱婦孺 以色列官方遭遇強大的國內外壓力 必須以救回人質為第一優先 以色列除了靠自己的特種部隊 前往加薩強行救援 另一方面也透過盟國 向哈馬斯談判 仍值釋放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克比表示美國正努力確保 被哈馬斯挾持的美國人質獲釋 但在目前的衝突僵局中 美國施展不開 紐約時報指出 美國委託和哈馬斯關係良好的 卡達斡旋 由卡達扮演 哈馬斯和美國之間的傳話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4號 旋風式訪問四個中東國家 會見卡達總理穆罕默德 波蘇安小國卡達成為 與哈馬斯談判的關鍵角色 有官員透露 卡達一直在與哈馬斯談判 試圖確保釋放 從以色列俘虜的人質 但即使卡達出手 搶救人時行動 從來都不簡單 以色列2011年 曾釋放數百名囚犯 換回到哈馬斯福魯五年的 異國士兵夏利特 這種換球條件 當時被以色列輿論批評 過於寬鬆 如今在數百名人質 被綁架的情況下 也不太可能 再以同樣條件換球 目前得失被瑕疵的人質中 有急需配方奶的九個月大嬰兒 三名患有自閉症的兒童 以及一名患有 腎臟病和氣喘的85歲老婦人 哈馬斯聲稱 他們善待人質 一旦情況允許 就會釋放他們 等不到親人過來的家屬 百般交集 也只能等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